我们继续上一课 我们先看这两个 这个 杨瑶 初瑶 当位 上六 当位 最后一个 所以说这个天地 定位 这个人命很好 命很好怎么样呢 他就比较随意 这个命不好 上好天地 我来的这个时代 都不容我 那中间我每一步走的都对 最后有一个说法 这个代表 累世种下的因 今生来享受其果实 这个是今生 我献种因 来生再想 慢慢修 白年修的同传度 说烦了 十年修的同传度 百年修的公正面 我问上里和说的九三 说这个九三洋有 想精神之道 我又在这个 七位 在位 三 这个数 应该是羊嘛 我当位 那为什么说好像不太好呢 他跟上六不相应 然后又陷于这个 这四个大象是一个坎瓜 陷于泥潭之中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红燕呢 看不到这个丈夫的归来 父女 孕而不育 就是代字贵重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 其实 还是等不到你 所以说凶 很苦 很不容易 那绿玉寇呢 就说 我还是坚守 我的 真 操 绿玉 防止一些烂桃花 我们拿婚姻来举例子 然后 六四 我终于可以 稍微休息一下了 还是正常的日子要过 这个时候 挨着九五 他已经看到消息 听到消息 那九五呢 说这个红燕 终于飞过了燕门关 这个时候 妇女 等了三年 终于 有一个好的结果说法 急 然后 最后 这个上六 说 这个羽毛 可以作为 一种 祭奠的 仪式了 这个说法 有很多种 一种是说 这个 终于 能成为大家的榜样 我 身体力行 是吧 经过了长途寡舍 尋归道具 应厚 这个天使啊 天一朗了 我就飞到那方 天热了 回到家乡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 还有一种叫 说 猎人 这个时候把 戴燕给射杀了 他羽毛呢 作为战利品 也是说这个 红燕 终于其用 但是这种解释不太通啊 终于是大家的精神的标杆领袖 终于是大家的精神的标杆领袖 今天很苦 我们说过 这个 天地 这个位置 我 都不受用 最后靠我人的努力 最后 种下了这个 好的 种了 那我们来世再想 而这个 恰恰相反 光享受 不造福 光享福 慢慢就挥霍 同时啊 我们也可以发现 这个社会的现象 真的是 命好的人 你看 多容易 想取个妻 拿个钱 就这么容易 命不好呢 等到最后 才能加 才能 最后有个说法 甚至还没有加 但是 始终我的真操 留给大家 作为